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伊 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間是 2月10號初六 蓋伊在這邊跟大家拜個晚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應該有不少人都已經開工了 也祝你們可以住室順心 開始回歸健身的朋友們可以 那拍這支影片的時間是過年前戲 我相信在接下來的假期中 我一定會受不了年菜的誘惑 每天吃吃喝喝 體脂放一個不小心就會多了那麼 一點點 所以我決定今天要來測量我的體脂肪率 先有個底 年後好比較 脂肪在身體佔了多少百分比 一般比較籠統的說法 男性體內脂肪佔體重的10-20% 女性則為15-25% 若男性體內脂肪的百分比超過25% 女性超過30%便可稱為肥胖 我今天的計劃是這樣 先用健身房的TANITA體組成劑測量一次 然後再去大醫院做DXA測量一次 然後比對這兩種的身體組成分析 DXA的誤差功能會比BIA分析的儀器小 相對較為精準 但是不能常常做也不能天天做 因為第一它會有放射線 我們身體太常不如到放射線下不好 第二做一次通常要1000多塊 人沒瘦你的荷包就先瘦了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做法是 用體組成劑測量一次 然後比對大醫院的DXA身體組成分析 看看誤差有多少 之後就可以每天測體組成劑來做參考 但記得要在相同的時間來做測量 建議大家可以在剛起床吃完早晨後 2-3個小時上完小便之後再來測量 好了那在開始測量前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的體態 好棒喔 好棒喔 好啦 小油小油 油不油要量那才知道 那我們就直接來測量吧 它這邊有一般模式跟運動員模式 然後我的話會設定成運動員模式 還有一般模式公開 那應該是不是偷用力 我這腹肌看起來是 像我在處理的樣子 沒錯 不論這樣偷用力會影響 我會影響 好 我放鬆了點 可以了可以了 好出來了 快點快點 體重76.3 然後BMI非常的高 26.4 喔 體脂肪16%在這邊 OK 事實證明16%就可以有這個腹肌 要含OK 55.8%這是體內的水分含量 這個肌肉量它包含骨骼肌 平滑肌 內臟 肌肉等等 所以這個數值主要是用來參考訓練前後的成效 並不是單止我們一般健身所說的骨骼肌 所以這個會比較高一點 身體等級它分成1-9 那1是隱性肥胖 9是肌肉量非常高 然後通常一般會鑒於4-5左右 再來這個3.3 這是你的骨骼量 喔 我的骨骼量 就是礦物質啊 然後鈣質啊 喔 我的肌帶1823 OK 然後7627就是換算成千焦 好 我的身體年齡 有沒有看到 看來它這是有Face ID的 它是有掃瞄我的臉 20歲 不是這樣子吧 在這邊 20 9.0這是什麼 這是你的那個 喔 內臟脂肪 這是我的內臟脂肪 9.0 那一般 正常人差不多 最好是在8以內啦 欸 魚翰 我突然想到你也來量一下好不好 蛤? 讓一般人有一個可以參考 因為你的體型應該比較接近一般人 你就說我就是拿來跟你們劇劇組做對比就對了 就做參考啦 沒有到對比啦 你身材也不差啦 喔 好啊 你這麼說我覺得還OK 我衣服啦喔 來喔 啊 我也要脫嗎 你要脫一下嗎 這樣我啊 對啊 這樣我各項素質都會不同嗎 對啊 對啊 沒事啊 POSE 你這樣而已 欸你其實看起來體脂肪不高欸 羽翰 羽翰重訓也有半年了吧 差不多 差不多半年了 我 我 我真的忍不住也會想偷用力 用力沒有用啊 你急著好 有有你用力一下 我TAG你腹肌 我沒有腹肌 我你才對我的奶子好 他那個魔幻乳子接班人 好 好 來 78.5公斤 BMI24.8 體脂率24.7 身體水分 嗯 48.4 你水分偏低啊 肌肉量56.1耶 身體等級2耶 偏肥胖的等級耶 我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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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一樣他跟我一樣 下一個 肌帶1685 緩前腳 這個是 哇是你的身體 你有點老啊 哇你還比身體 等一下你還亂帶亂帶 內臟脂肪10.5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大醫院做DXA 身體組成分析 今天到港前捷運站 港前捷運站就是如果你想來三堅克的話 就是達到這一站就對了 那我現在又跟宇安去公孝復興站 那邊的醫院做DXA 剛剛兩個體組成器的原理是怎麼樣 其實組成 你說那些數值是怎麼出來的 對嗎 它會有電流跟電壓 它會通過我們的全身 然後數據會回歸到那個機器上面 而且才會出現那些大家看到的數值 就是這樣 那我們走吧 好的那我現在位在 南岸路上面的鴻恩醫院 要去做DXA檢測 那通常做DXA檢測的醫院 有找到很多間 但是價錢都不太一樣 有需要的朋友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會選鴻恩醫院是因為它不開放給我們做拍攝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做DXA檢測喔 現在因為我們要進放射科 所以要換衣服 那如果你身上有拉鍊的 像這種 都不行 那那個醫護人員還說 身材那麼好 叫你直接在外面換 你現在就這樣走出去 那你們想要先坐 我想坐好了 其實這感覺很新耶 腳也有一點要青蛙汁的感覺 你要固定住 把那個斧頭轉開來 它才會震測比較短 大概六分鐘 六分鐘喔 所以你要躺一陣子 所以你腳可能要固定住 他就站一下喔 OK 沒問題 所以這個過程要六分鐘 六分鐘後見 羽恩 快點快點 好 結束了對不對 感覺滿舒服的 但是我的內收肌有點痠 因為他有內疤 等你一起看結果好不好 好 好啦 結束了 出來看報告了 OK 那我們可以就換衣服了 這個就是那個骨質密度 還有那個體質 它每一下 就是你每個部位 不同區域啊 它的這兩個數字 那我們骨質密度 有幾個地方比較重要 就像是脊椎啊 或是兩邊的礦骨症 在綠色區域的話 就代表你的骨質質 也沒有流失啊 或是骨質質的東西 就是說這個 在黃色的區域就可以說 是已經有流失了 所以如果以我這個年紀來講 如果我已經到黃色 就代表我感覺有點危險 對 因為你蠻年輕的 對 那它紅色就可以說 是算是有骨質疏鬆的狀態 目前看起來我的骨頭 骨密度是還不錯 對 還可以接受 以年輕人來講 OK 那我現在要進入 最令人緊張的 體脂肪率了 我已經看到我的那個 脂肪跟肌肉分佈 紅色這個令 算是瘦肉 就是肌肉的位 然後比較黃 黃色這個是fat 是脂肪 沒什麼fat 對啊 就是寬周圍跟腰這邊一點點 所以說你就是個標準的肌肉男就對了 你這個意思 看來我不是練假的 它這個也是像是各個部位 它的那個 總共這個是它的大概的質量 它這個fat有分左邊跟右邊 我的右手的體脂肪比左手低 腿部的脂肪就比較高 那我最高的部位是這個head 頭 它是以比例來看 如果趴數的話是以比例來看 因為像頭它的體積比較小 對 喔 有頭 我是一個 有頭 OK 你的全身體脂肪是多少 Total Body Fat 11.1 不錯吧 就是你的體脂率呢 沒錯就是我的總體脂率 11.1% 對 面對自己的無密度跟體脂肪 沒問題 最長 還OK 這綠色的 我們來看你的那個體脂肪好不好 好 我先看那個體脂肪分布品 來 看來 我的 這個黃黃的 看來我這邊 其實油了一點 對 我自己也是有感覺的 就是那個肚子 臀腿外側 然後肚子外側 Total Body Fat 20.7% 所以Total等於大概高估了4%左右 高估是比低估好 經過精密計算的結果 我的體脂率是11.1%啊 那我的目標是大概9%左右 好 那我們現在 帶著報告 回三間課 帶大家玩一下 好的 那這次使用的體組成計是Total BC55N 兩個不同體脂率的人一起測量 比對DXA出來的結果 那雙方的體脂率平均都多了4-5% 那這個數字我個人是覺得還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的人體版 就因為攝取的水分多寡 而影響電阻式測量的結果 建議大家可以每天固定時間 固定狀態來測量 雖然可能會有些微的誤差 但是對於觀察自己體態的變化 我覺得還是非常具有參考心的 那廠商的建議是 最好在起床3個小時後 身體有一些充分的活動 並且在用完餐2-3個小時之後 小便環再來測量會比較準確 建議大家可以時常測量 記錄一下自己體態的變化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是介人蓋怡 我要開始減脂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偷偷兜奶 波波體重81公斤 BMI 25.9 體脂率15.3 身體水分56.2 肌肉量65 然後他跟我一樣 生理等級是6 你骨頭還不錯耶 礦物質還滿多 礦物質滿多的 你的雞帶1933 混算成千焦是8088 你猜一猜你的身體年齡是多少 18 差一點 19 差一點 20 29 靠北人差那麼多 你都已經40歲了 你年輕13歲了 你還沒有跑睡覺的 應該是18歲的 他的內臟脂肪10.5 喔 那跟我差不多 我現在要來幫蔡藥師設定一下 肚子還在偷用力被我發現 你們不要一直偷用力啦 好了好了 他有BB身就可以了 74.8公斤 BMI 23.9 體脂肪11.6 果然是很乾的一個人 對 然後水分60.9 肌肉量62.7 生理等級一樣 他跟我們一樣都是6 複合也是很猛 3.4 肌帶1 1891 7912千焦 然後身體年齡18歲 只有我是變老的 我是變小的 然後 內臟脂肪5 來 看一下內臟 內臟 內臟是沒什麼油的 看來我們這邊 體脂肪最低的 就是我們拆鑰匙 啊 啊 谢谢观看